交部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特别召开 台铁宜兰县及深套支线编坡改善工程说明会 包括立法人蔡世英服务处主任林明志 市议员许瑞池 长谈理长中立美 与多位新北市民带都出席参加 由于有民众向蔡世英服务处反映 深套支线编坡有松动情况 威胁邻近民族安全 因此蔡世英特别向铁道局 争取到3000多万元的金费进行改善工程 目前已经规划在民国113年3月动工 供期约11个月 日前有民众向蔡世英委员反映 我们深奥支线那边的编拨 有松动滑动的问题 会担心银费航到周边居民的安全 委员有跟台铁这边请脱 也成功的争取到3000多万的预算 由台铁委托铁道局 来办理相关的修复的工程 因为修复的工程的上方就是民载的部分 我们要求铁道局未来在发报之后 要求厂商做好零损的防壁的准备 那另外在工程期间的通道 要到这个八斗子车站的通道 基本上也需要透过交通的指引 让民众可以走到那边去 然后能够一样享受那样子的美景 那希望这个案子在明年的3月开工 工期为11个月 那我们希望赶快能如期如时而完成 那让民众可以享受更好的补品 施工期间将拆除轨道 让施工机具进入四座排水 排庄及防落石等工程 因此八斗子车站将暂时关闭 铁路局方面表示 深澳支线节短行驶 会在民国113年5月到民国114年2月实施 深澳支线将只行驶到海科馆站 乘车时刻不受影响 期间一日周围券将提供九折优惠 海科馆站前会引导游客到公车转程处 转搭金融市公车及客运等提醒游客注意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